人民电子现金一通奈网亚计划昨天正式开跑 不少人昨天就已经开始去抢政府给的30令吉电子红包 结果搞到其中一家电子钱包的供应商系统瘫痪 甚至有不少人这两天见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先问 你领红包了吗 其实反应是相当热烈的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也去到主打无现金交易的雪州八达林在野SS2巴沙去探温一下 看一看电子钱包是不是真的这么受欢迎 雪州八达林在野SS2巴沙今天一早就迎来了VVIP 财政部长林冠英伊迪达除了向民众握手问好 陷入人群中的林冠英也没有忘了要当电子钱包大使 用他来买早餐过一把无现金付费的影 忘完了巴沙林财长也在记者会上收了好消息 在短短一天之内就已经有32万人 成功领取到30令吉的电子钱包 而三大主要电子钱包平台的总交易额 昨天更是一天就突破了1000万令吉 心情大好的林冠英还在现场开启玩笑 希望不要再有电子钱包瘫痪的情况发生了 另外林冠英也促起民众不用一窝蜂急着去申请电子红包 因为只要在截止日期之前登记申请又符合资格的话 人人都拿得到 领取电子红包的反应这么热烈 使用电子钱包的人是不是也同样多呢 记者走访巴上一缺后发现电子付费早已形成一股趋势 不管是海鲜肉类熟食还是售卖年饼的摊当 都已经贴上了二维码和电子钱包的标示 我觉得现在今天第一天是95%和5%这样 因为大多数都还是在用的现金 靠近过年会比较多 全部算几百几百块的啦 三四百块就用一网了 用一点点是多块二十块就没有了 为了避免现金又是收假钱的比较多 然后二来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在旁边 也是方便我们会结账 我们方便我们去每一天的生意做多少 你算就方便了 可是电子钱包的使用者 似乎还是偏向年轻朋友居多 长辈们还是更喜欢用现金来交易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比较难 这些年轻人比较难 所以这些年轻人比较难 这些年轻人比较难 今天有五六个客户来用 全部年轻人 老一辈的就是还不大习惯用 因为他们电话都不大会用 所以都是比较少人 都是年轻那些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我是不会用的 我不是不会用的 他们要不是有时候不可要 要求就OK咯 不管怎么样 政府大派三十令吉的电子红包给民众 确实成为了其中一个诱因 吸引不少长辈们 踏出了转用电子钱包的第一步 这样看来因为一封三十令吉的电子红包 不少民众尤其是长辈都准备跟上这种无现金交易的潮流 但要让民众持续的自发性的使用电子钱包 逐渐让全民迈入无现金社会 恐怕就不是区区一封红包就能办到 还需要政府商家民众以及电子钱包平台的紧密配合了 退休息 支撑